今天這一集來教大家最詳細的深圖控制技巧 我會教你所有的技巧 保證你學會之後 你都能夠生成所有你需要的圖 千萬不能錯過這一集 有了這些AI工具之後 接下來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了解 如何使用中文深圖 其實這個地方很素養 我覺得相當有趣 我們先來看通用提示詞格式 提示詞的話最主要包含這幾種 包含了圖片背景 圖片的主體 還有圖片的風格 以及圖片的媒介 跟視角 還有其他的元素 但是比例比較沒有那麼重 最主要就是這些 首先大家知道 並不是要你每一次都輸入所有的控制因素 這邊大家要知道的是 你輸入的提示詞多 代表AI控制的少 如果你輸入提示詞少 代表AI發揮的多 所以我們並不一定要每一次都輸入很多提示詞 要看情況而定 有些時候你輸入了少 讓AI去發揮 這種場景也是需要的喔 接下來我們來操作看看 如果什麼條件都沒有的話 只剩下感覺啊 意境啊 剩下由AI來決定 會怎麼樣呢 你們可以跟著我輸入 深層的寂寞 當你只有輸入深層的寂寞 沒有任何東西的時候 AI就會根據這句話的意境 由他來決定要生哪些圖 來代表深層的寂寞 所以通常這個時候 我們沒有預設 它需要有什麼因素 我們就交由AI來決定 而你把大部分的元素都交由AI來決定 常常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喔 我很喜歡輸入之後 等待AI給我圖 驚喜的那一瞬間 再來看一個例子 無盡的孤獨 那你想像一下 無盡的孤獨 會是什麼樣的畫面呢 我們一樣交由AI來決定 所以AI 表現無盡的孤獨 是用 一個黑白的照片 一大片的荒漠 然後裡面佔一個人 他用這樣的圖來表示 無盡的孤獨 我覺得還不錯 接下來我們來控制多一點 我讓他畫 開心到飛上天了 所以這個地方呢 有幾個比較明確的詞 比如說 比如說 飛上天 所以他的圖片裡面 就會盡量去包含 飛上天這個元素 來形容開心 但是一樣我並沒有指定 天上要有什麼 要怎麼樣飛上天 一樣這些都是由AI來決定 接下來我們再多一些控制 我們只給 圖片的主體 其他由AI來決定 比如說 一隻可愛的貓咪 他生成什麼圖呢 當然他就會給我一隻 可愛的貓咪 其他的部分 就是由AI來決定的 如果你相同的提示詞 再生成一次 你會發現 一隻可愛的貓咪 相同的提示詞 會產生不同的圖片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生成圖片是 隨機的 除了你指定的元素以外 其他元素 由AI來決定 接下來我們再多一些控制 我們加上 圖片主體 比如說 在夏日海邊 一隻可愛的貓咪 在打籃球 這時候有人會問說 貓咪怎麼會打籃球 沒有錯 我們有時候 AI生成圖片 就是為了要生成那些 現實 不存在的場景 我們才需要藉由AI來生成這樣的圖片 所以請大家在生成圖片的時候 盡量發揮你的想像力 我們來看一下圖片會是什麼樣子 AI在生成圖片的時候 會盡量遵照 你給他的中文提示詞 去生成 所以一樣會有夏天海邊 一樣會有可愛的貓咪 也一樣貓咪在打籃球 而打籃球的場景 他也會盡量配合生成給你 接下來我們再多一些控制 你的背景可以比較詳細 比如說你的背景可以增加進去地點 甚至對應的季節 冬天跟夏天是不一樣的 你也可以描述年代 比如說中國古代 現代 不同時代產生的背景 是不一樣的喔 在主體的部分 你也可以加入更多具體的描述 比如說這個主體 他正在做什麼動作 他穿什麼服裝 他有什麼表情 你可以增加詳細的中文敘述給他 接下來我們再多一些控制 我們加進去圖片的風格 相同提示詞 我在後面加上 宮崎駿風格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有沒有發現 這張圖片 一樣是夏日的海邊 一樣是貓咪在打籃球 但是圖片有 宮崎駿的風格喔 很明顯跟剛剛那張圖片的風格 就不一樣 風格的部分 不侷限在你想得到的風格 除了畫家跟作品以外 有一些特別的風格 也可以發揮你的想像力喔 這邊要特別注意一個點就是 背景跟主體的風格 盡量不衝突 那什麼時候會衝突我不知道 但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給了指定的背景 跟風格有衝突的話 可能會有其中一個元素 會沒有那麼明顯 當其中一個元素沒有那麼明顯的時候 就代表衝突 我這邊舉例 可愛的主體加恐怖的風格 很明顯可愛跟恐怖是衝突的 那一個是主體一個是風格 這兩個就會造成衝突 衝突不見得它會生成出來 或者是生成出來的東西 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我們來舉例一下 我將宮崎駿風格改成 伊藤倫二恐怖漫畫風格 那你會發現就變成這樣子 那貓咪的我覺得就不可愛了 所以大家在生圖的時候 還是要稍微去思考一下 有些衝突的東西 可能沒辦法並存 或是會讓你的圖片變得很奇怪 或者是會讓AI困惑 當生圖沒有答應要求的時候 可能需要從頭去檢視一下 你的提示詞部分 是不是有衝突的元素 所以我稍微修改一下 剛剛的提示詞 既然我要恐怖風格的話 我是不是就要改成 陰暗的街道 黑色的貓咪 一樣在打籃球 但是恐怖漫畫的風格 這樣圖片出來感覺 就會比較一致 是不是跟剛剛差很多呢 接下來我們再多一些控制 除了圖片的背景 圖片的主體以外 我加上圖片的媒介 這邊的話我示範的是 夏日海邊 一隻可愛的貓咪在打籃球 圖片的媒介 我採用的是 紙雕 我們來看一下生成的結果 你會發現 這隻貓咪以及球框 都是用紙做成的 包含地上的籃球也是 這邊並沒有指定風格 但我指定的媒介 我來解釋一下 什麼是媒介 媒介指的就是 你創作作品的時候使用的 物理材料 或是創作技術 比如說材料可以用水墨啊 樹苗啊 或是有一些材質的雕塑 比如說水晶雕塑 紙雕塑 模型 或是金屬線條 或是有一些特別的創作技術 這個都算是媒介 那我這邊還是要強調一下 你的主體媒介跟風格 盡量不衝突 所以當你有兩樣媒介的時候會衝突 或是你的風格跟媒介也有可能會衝突 所以你在寫生成圖片提示詞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的主體是什麼 你的風格是什麼 你的媒介是什麼 有沒有衝突 如果有衝突的話 某些元素就會被忽略掉 這裡是大家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我這邊再舉個例子 充滿彩色的街道 一隻可愛的貓咪在打籃球 玻璃藝術雕刻 媒介是玻璃藝術雕刻 所以你會發現生成出來的圖片 就會像這個樣子 媒介的部分也可以發揮你的想像力喔 有時候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驚喜 接下來我們來看衝突的部分 充滿彩色的街道 一隻可愛的貓咪在打籃球 伊藤論二 恐怖漫畫風格 玻璃藝術雕刻 所以你會發現說 可愛的貓咪跟恐怖漫畫風格 衝突 那你漫畫風格又跟玻璃藝術雕刻衝突 所以你生成出來的圖片 就不太會符合你的中文提示詞 所以當你發現 你的圖片跟中文提示詞 非常不符合的時候 有可能是裡面的元素衝突 請去調整你的提示詞 我們在AI生成圖片的時候 有時候會召喚特定人物 要怎麼樣準確的召喚特定人物呢 這時候你就需要人物的背景 有可能是這個人物的作品 作品有可能是漫畫 電影 動畫 加上這個人物的名字 最好的話是他的英文名字 比較不會出錯 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火影人者漫畫中的 Naruto 這裡我明確的指出是火影人者漫畫中的 那主角的話 名人他的英文名字 我也把他打上去 召喚好之後 接下來才是出現他的動作 以慵然之事 坐在古代教室中發呆 我就可以準確的把他召喚出來 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 一樣召喚名人 由生物機械合成的身體 再來召喚一個 航海王ONE PIECE漫畫中的Luffy 很明確的他的作品 以及他的英文名字 拿著籃球灌籃 在夏日海邊的籃球場 日本動漫風格 很明確的指出 是哪個作品中的人物 做什麼動作 在什麼季節 在什麼地點 用什麼風格來生成 那因為他是日本漫畫 所以我用日本動漫風格 就可以達到最佳效果 我們再多一些控制 相同的提示詞 我後面加入 維縮場景 維縮場景是屬於媒介 有點類似 縮小版的模型 在這邊日本動漫風格 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維縮場景的媒介 蠻有趣的喔 我這邊還是要提醒一下 雖然使用AI生圖 這些人物 但是這些人物 是有版權的 有部分的AI生圖平台會避開 比如說ChatGP4會避開 Adobe會避開 有些生圖網站沒有避開 但是大家知道 這些人物是有版權的 請大家在使用的時候 還是要特別注意 接下來我們來多一點控制 除了風格以外 我再加上視角 相同的提示詞 我最後加入一個上視角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視角做改變 一張圖片裡面 視角是相當重要的喔 我可以利用視角的提示詞 來去調整 我要的圖片效果 接下來是其他的控制項 相同提示詞 我把它輸入 細節豐富 高品質清晰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差別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的細節更多了 當然解析度是一樣的 在某些場景你需要圖片更精緻一點 更細緻一點 可以加入這兩個提示詞 多舉幾個例子讓大家看一下 有時候我們說故事需要擬人化 這邊為大家示範擬人化的提示詞 開頭部分你可以形容它是一個擬人化的什麼東西 接下來形容它所有的動作 背景是上班時間交通混亂的城市街道 風格的話是皮克斯動畫風格 只要你的提示詞給的夠精準 AI生成圖片都會按照你的要求 接下來這是 朱志興的背影 中國清末名處火車站 所以這邊我特別指定是什麼年代的火車站 背景有鐵軌跟賣水果的攤販 畫面中央形容人物是一個身材為胖的中國長者 他穿什麼衣服 正在做什麼事情 是古典油畫風格 像這種圖片就有它對應的風格 會比較符合你的需求 在生成圖片的時候我們會希望 圖片的主體是用什麼東西構成的 也算是一種媒介 所以我這邊形容 這個主體是有多個尾巴的妖精狐狸 那它是紫色金屬香籤水晶材質 我要主體明確的話 通常我會讓它是單一顏色的背景 比較能夠凸顯主體 通常我們在練習提示詞的時候 都會給範例的提示詞 或是參考別人的提示詞 再去改裡面其中幾個字 看一下會怎麼變化 我把這個提示詞的妖精兩個字 把它改成金屬 圖片就會產生一些變化 產生變化之後呢 我們就進行所謂的抽卡 抽卡其實就是一直不斷地重新生圖 因為只要你的提示詞不要差太多 你不斷地抽卡重新生圖 應該都能夠生成你想要的圖片 甚至是你意想不到的圖片 所以將妖精改成金屬兩個字之後 你會發現圖片整個的感覺 不變 但整個狐狸的材質做改變 所以我們在生成圖片的時候 提示詞都是這樣子 局部局部去修改 局部去微調 增加一點 刪減一點 進行抽卡 來生成我需要的圖片 這個過程相當的好玩 這個過程相當的有趣 在教學上 修改提示詞的過程 對於學生來說 觀察力 以及語文能力 都能夠得到很好的訓練 問題來了 我講了那麼多 如何知道有哪一些風格跟媒介呢 幫大家準備好 AI生成圖片 風格大全 你只要掃描這個QR Code 就可以得到這個Excel表單 下載下來存在你的電腦就可以囉 裡面內容是我參考 Mid Journey 生成圖片網站 那參考網站的網址 也有在Excel表單裡面 當然有部分是我整理的 日後你自己在使用的時候 有看到一些 不錯的風格 有創意的風格 很特別的媒介 你也可以自己新增在這個表單的後面 趕快轉發分享這個影片 以上我講的是基本的技巧 多加練習之後 如果達到精熟 你可以看到圖片 就知道要怎麼樣 精準的下提示詞 這是需要練習的喔 在這之前我提供你三種練習的方式 第一個 在我們使用這個 Beam Image Creator裡面 它有所謂的範例 你可以點進去看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 我看到這張圖片 非常好看 我就點它 它右邊會出現提示詞 英文的沒有關係 按右鍵 翻譯成中文 你就可以看到這張圖片的提示詞 去模仿跟修改就可以囉 第二個方式去下載 我給你的Excel表單 打開之後呢 你會發現我的表單裡面有分為 風格類型 風格類型又包含了中文的風格 跟它的英文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邊大概有 100多種的風格 下面是我新增的部分 那如果你有看到很特別風格 你可以把它加在這個底下 接下來第二個就是媒介的類型 這邊我有給一些媒介 比如說四格漫畫也是一種媒介 紙雕 摺紫 工筆畫 我還有看到一種圍形扭蛋 圍形扭蛋的話 它就包含了風格跟媒介 圍形模型場景 加可愛風格 這個也蠻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場景的部分 我個人比較建議 自己去形容場景 視角的話 有些特別的視角 包含中文跟英文 這邊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有些還蠻專業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我參考網站 打在這個地方 第三個學習的方式 是去 臉書社群 一定要加這個 臉書社團 裡面有超多 可以學習的範例 一樣給大家 QR Code 直接掃就可以加入 加入社團之後 往下 你會看到 大家生成圖片的作品 通常好心人 都會分享 提示詞 在留言的地方 或是 最後一張圖片 所以如果說 你喜歡這個圖片的話 你可以往下滑 去找他的提示詞 參考別人的提示詞 是學習最快的方式 大家也可以練習一下 在別人提示詞裡面 哪些是圖片的主體 哪些是圖片的背景 哪些是媒介 哪些是風格 你可以在看別人提示詞 練習看看 推薦給大家這個社團 裡面真的很多 很有創意的圖案 這邊我要特別宣導一件事情 也就是提示詞 是有價值的 有人提供給你提示詞 請感恩 真的 這些提示詞 並不是 憑空 出現 而是別人 做了很多的嘗試之後 得到比較有效率的提示詞 所以如果有人提供給你的話 真的要抱著感恩的心 再來第二個 別人沒有義務給你提示詞 因為提示詞是有價值的 別人辛苦釋出來提示詞之後 你整個拿走你是沒有付出任何的東西 他其實並沒有義務要分享給所有的人 所以當你拿到提示詞 或是你沒拿到提示詞 別人沒有分享提示詞 那也只是剛好而已喔 請你尊重原創的人 使用的時候 請標明一下原作者 最後來講一下 注意事項以及小技巧 真正圖片的缺點是 人物沒有一致性 再來就是你同一張圖片裡面 如果太多人物的話 我沒辦法同時間控制 大概兩個人就是極限的 再來 太長的提示詞 反而沒辦法精準控制 請大家盡量控制在 四五十個字以內 太多是不好的喔 所以請大家精簡 我來示範一下三個人 桃園三結義 常常會出現很多失控的圖 大家可以挑戰看看 桃園三結義 真的超難 這邊我改用插畫風格 勉強算是有達到一些效果 但是還沒有辦法到很精準 接下來我們來看幾個小技巧 如果你要人物盡量一致的話 我們一次就生成單一個人物就好了 那你必須要詳細的去描述這個人 他是白人 亞洲人 日本人 台灣人 他的髮型是什麼樣子 他年齡大概是幾歲 性別是男是女 穿什麼衣服 穿什麼褲子 什麼鞋子 當然你要包含你服裝的詳細的樣式跟顏色 在生成圖片的時候盡量用相同的風格 相同的媒介 接下來就持續的抽卡 我這邊來示範一下 我要生成一個年輕的台灣男老師 黑色短髮 金邊眼鏡 白色西裝 黑色格紋西裝褲 黑色皮鞋 白色背景 正面全身照 日本漫畫風格 我抽了幾張卡之後得到這幾張圖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人物沒有到完全一樣 但至少我整體看起來 人物蠻一致的 這邊你就用抽卡 盡量找幾張人物比較相像的圖片出來 最重要的是你的風格 一定要 一樣 第二個小技巧 權重 權重什麼意思呢 你的提示詞沒有分前後 你放在越前面的提示詞的權重越大 你的權重越大 影響越多 越後面的提示詞 影響力越小 所以我們在 做 AI的圖片的時候 你把想要強化的提示詞 把它往前挪 就可以強化這個提示詞的影響 當然整張圖片的主體背景 風格 是最主要的 這些提示詞的先後順序 都要思考 搭配一下 相同的提示詞 我把正面全身照 移到提示詞的最前面來 在提示詞裡面 去形容 我的角色 是穿什麼鞋子 最容易得到 全身的照片 其實在AI生成圖片裡面 得到全身照 不太容易 那你把全身照的提示詞 移到前面去 加上描述角色 穿什麼鞋子 比較容易得到全身照的照片 這個影片是關於 AI圖片生成 最詳細的 深圖 控制技巧 不管是老師 或學生 只要看這個影片 就能夠學會 AI生成圖片的技巧 趕快複製影片連結 轉發還有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